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下面继续讲《显观传言论》 《显观传言论》讲到了 也就是说《嘉行道》当中 《显观传言论》的整个内容 如果以前没有听受过《显观传言论》 《显观传言论》大乘佛法的人来讲 应该是比较难懂因为他是很甚深的 我们可能听一次两次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们作为佛教徒 不能每天学得特别浅显易懂的 如果这样那自己的智慧不能增上 这一点很关键 我最近看我们这里 包括每天讲考的道友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 对《显观传言论》的教义有所了解 所以很有必要 现在传统上看在西方国家的很多 包括美国 加拿大还有很多 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有个别佛教徒 他们现在形成了什么样的传统呢 所谓的佛教是一种信仰上的宗教 并没有智慧上的宗教这一点很可惜 包括汉传佛教当中 从历代的历史来看 专门研究 专门闻思 辩论 讲辩诸 这些现象不是说没有是有 但是确实很少 根本不能满足我们现在从世间的语言来讲 新教就是佛教徒的愿望 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 因为他们很多人确实像佛教当中 得到了职位的粮食 可是我们佛教徒之前的这方面学习的意乐很薄弱 再加上在这方面研究的情况并不理想 所以现在各大大学里面的有些宗教课 有些佛教的研究 应该说是比藏者佛教的 有些寺院里面的研究 寺院里面的常年的演习比较起来 有一定的差距 有一定的差异 所以我在想 我们这次学现观庄案论的时候 可能大多数人来讲 确实也是比较难懂 如果实在难懂平时我们也不开许看其他书 教言书这些 但是如果包括我们在网上有这么多的人听众 现场也有很多人 那么你们如果实在是觉得好像每天都是 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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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比词 比悟 这样的道理实在是转不过我而来的话 那就看个其他一些对你的解脱有关的书 也是堪许的 总而言之 我们现在学现观庄案论的时候 有些人有这种毛病 学现观庄案论的时候 想好好地学习因明或者中观 学因明中观的时候要学密法 学密法的时候又要学其他的 每次都是正在讲的法不重视 到最后自己也虽然已经得过这个法 但是好像里面个别的一些窍诀 个别的一些道理 不知道怎么解释 讲的时候也没有专心地听 下来之后也没有很认真的演习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可惜 所以大家在接受的过程当中 应该很认真的听说 下面我们今天紧接着讲 在嘉行道当中 我们前面接了软位分上中下三品 然后嘉行道的定位也是上中下 分三种 然后上中下每一品分了所缘和形象 所缘和形象都已经分了 本来是我们经常讲嘉行道的时候 以所缘 形象 因这三者来差别 现在我们也正在讲这三者光说的时候 所以前面大家都应该知道 嘉行道的软位 他的菩萨的境界是什么样呢 应该清楚的 那么处于定位嘉行道的这种境界 也应该有所了解 那么今天开始讲认为 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舍等无自行 彼无极为行 无声无处理 清净及无相 有不亦彼相 非圣戒无相 那么这六个句子吧 主要讲嘉行道 认为的境界 认为的所缘和形象 主要觉着这两个问题 首先我们什么是认为呢 一般来讲 世间当中任何的威品 能安忍下来 到了嘉行道认为的时候 一般不多恶趣 有把握的 不多恶趣的 嘉行道认为的时候 正无空性也好 或者是所获得的境界 应该比前面 虽然他还属于凡夫地 但是他的境界和他的智慧 已经远远超生了 资粮道和嘉行道的其他的前两者 那么在这里 我们也是分上品认为和中品认为 还有上品认为 分三个方面来讲 然后每一个人为的菩萨的境界 可以说 他有所缘和形象 跟前面的两个道理完全相同 那么颂词当中说 色等无知心 彼无极为心 这两句主要讲 夏平道认为的时候的所缘和形象 首先第一 所缘是色等无知心 也就是说 色等四地法的所有的这些一切 把那个窗言拿下来 刚才讲了 夏平认为的所缘 这里色等无知心 色等无知心 也就是说 色身香味也好 还有色等无云 四地所色的一切万法的发心 本体都是空性的 它是用三解脱门来分析的时候 一切万法的本体 绝对不存在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色等的本体 去观察的时候也是没有 身影的本体去观察 也是没有的 以及任何从色法到 乃至佛的不共法之间的一切万法 在显现上 虽然有如梦如幻的 但实际上都绝对从本体方面来讲 全是空性的 这个是所缘 菩萨的境界所缘的对境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它的形象是什么样呢 完全已经证悟了 色等一切万法 本来都是空性的 这样的道理 并且对此没有任何 丝毫地去执着 在嘉行道的时候 也是对法没有执着 这一点是在嘉行道认为的 也就是说 下平认为的时候 无有执着 必无极为心 实际上是 它在生意当中 进行观察的时候 这种现象也是不存在的 这些现象也不存在的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智慧 不执着的形象 形象 我前面也是讲过吧 所缘的话 比如说我眼睛看到红色的珠子 那么红色的珠子 叫所缘 在云名当中也叫所缘缘 有这个的 我的形象 所谓的形象 当时能见到 红色珠子的严实形象 就是严实的整个状态 叫做形象 所以在真正的本体上 没有能取和索取的两种法 但是实际上 我们用详细 用智慧来详细分析的时候 那么嘉行道认为的这种境界 实际上它可以分为一个所缘和形象 这是小平认为道的 这两句是这样解释的 然后无声无处理清净 无声无处理清净 实际上就是中平认为 嘉行道的中平认为的所缘和形象 那么它的所缘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舍等一切万法 它是果无缘 我们前面是本体共性 果无缘 因无相 三解脱门吧 那这样的时候 一切万法的果 没有任何所缘 也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现在世俗当中 我要想获得什么什么果位 我要得到了什么什么目标 实现中国梦 现在很多提倡这样的 这就是一种希求 但是在嘉行道中平认为的 所缘形象上来讲 中国梦也没有 个人梦也没有 一切如梦如刨印 没有任何现象 也就是说 我们从果方面来讲 一切都是平等的 没有产生 也没有它这里无生死 指的是世俗方面的 无出离死 指的是 也就是说 极灭涅槃方面的 这些法都是不存在的 轮回的法也没有的 涅槃的极灭法也没有的 这就是所缘 它的形象 既然已经所有轮回涅槃所舍的 一切万法都是在本体当中空性的 没有任何地去过 《普贤行愿品》当中怎么讲的 神与义清净 神口义全部都是清净 专门有个基础 怎么样都忘了 在这里面所讲的一样 神与义 比如说 身体没有杀到阴亡不善业 或者不道不应当善业的 这样的执著也没有 语言也没有这些相 心也没有这些相 一切都是变成清洁的 没有任何执著 这叫做中品人为的形象 然后这个颂词当中 像无相 前面的这一句当中有个无相 后面有不亦必相 非生皆无相 这个主要讲 上品人为的所缘和形象 上品人为的所缘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从因无相的角度来讲的 那么也就是说 适当一切万法 在发心当中 它的因没有任何的相状 也就是说 从本体 刚才讲了空性的 果是无缘的 那么现在因无有趣事 在发界心当中全是空性的 没有自相共相 我们平常说有一些相状的话 那只有自相 或者共相一面当中 那这些都是没有的 这就是所缘的 然后它的形象是什么呢 既然一切相都是没有 《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一样 一切相都是没有的话 不依靠任何相状也好 戏论也好 完全通达 等性无我 但这种完全 我刚才也讲了 一般加行道的氛围的时候通达 这个是我们要分寸 要掌握 比如说 我今天完全明白的话 小学时候的完全明白 跟中学时候的完全明白 以及大学时候的完全明白是有差别的 它的深流上面有差别的 但是我们加行道的时候 它有它完全没有执著的一种境界 这方面我们也不会有矛盾的 所以通达没有相状 也没有 这是红色的 这是白色的 这是快乐的 这是痛苦的等等 这些相都是没有的 这就是他加行道的 上品认为的加行道的形象 也就是说智慧的形象 所以认为的时候 有这方面的功德也好 或者他的所愿 和形象的差别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主要是从对境方面 这个下面可能会有吧 主要是认为从对境方面 断除了几道果 或者说因果 提拔 这三方面 主要是对境上断除执著 从认为的整体的功德来讲 在加行道认为的时候 对对境的执著就遣除 就这方面案例的 然后下面讲圣法位 圣法位也叫做无间等次 在我们世间的游路当中 要无有间断地 马上进入见到的境界 是不是下雨了 是 是吧 是 哇 那很好呀 好像这边下了 那边没有下是吧 这几天有点热 所以大家 热了也不行冷了也不行苦才是人生 这就是这样的 刚才已经讲了 加行道认为的时候 然后下面加行道圣法位 圣法位也叫做 世间第一法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正定定作用 守己经执著 三护为一体 正定不分别 正定定定作用 正定定作用 这两个 这句话就讲到了 首先第一句 正定定作用 下雨了哦 这样的 首先是 下平身法位的所愿 下平身法位的所愿 它这里有个叫正定 这个颂词当中也叫做 灯词 用这个来说明的 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色灯词 四法的有其本性 本体为空性的 具有这样的灯词 叫做正定 也就是说 到了圣法位的时候 对自己的有境方面的 有境是指的是心事方面 当然这个本来也是有境是心事 对境是非心事 可以这么讲 但是在这里 它也可以从前面是从经的方面讲 这里是有境角度来分析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到 它的正定 一切色灯 一切万法 执着它有境的灯词 无有任何执着 这个叫做正定 也就是说 下平身法位的所愿 下平身法位的形象是什么样呢 那么虽然有境等 一切法没有执着 这个灯词 它的作用就是人云自成 也就是说 我要安住在菩萨的这样境界当中 下面就是勇猛灯词等等 有一些境界 那么这些灯词当中安住的时候 没有任何执着 那么对灯词的作用 灯词的功能 灯词的作用 没有任何执着 这就是下平身法位的形象 它的形象对灯词的作用 或者是灯词没有执着 这是它的形象 然后中平身法位 中平身法位的所愿是什么样呢 也就是说对四地当中所有的 关于果方面的灯词 果方面的灯词 自己已经获得了 获得之后佛陀 一般来讲对身法位的菩萨 有一些收集 这就是所谓的所愿 然后中等所发位的 也就是说它的形象是什么呢 刚才对佛陀 对身法位的菩萨的收集等等 没有执着 并且对所有的这些灯词没有执着 灭尽一切执着的话 这就是中等身法位的形象 所以受集尽执着 这一句 中平身法位的形象和所愿都已经讲了 然后后两句 也就是说 三互为一体 正定不分别 那么这个就是 上平身法位的所愿和形象 也就是说 刚才是本体 果无愿方面讲的 那么现在是阴无相 从阴无相方面分析 那所有的色等 四地也好 一切万法的 本体的阴方面没有执着 也就是说 能做 所做也好 或者一切的三论 最后融为一体 也就是说 三论本体清净是得你的所愿 三论因为是本体清净的原因 它的影响 没有任何相撞的执着 这叫做什么呢 就是上平身法位的形象 那么这几个 我们从资粮道没有说 加行道的每一个都分了三个 也就是说 乱 定 人 身法位 每一个阶段都分了 上中下平三位吧 那么下面是讲色衣 各方面的差别 最后完全能顺抉折 就是上中下平 它为什么是抉折呢 它跟轮回的法完全抉折出来 在这里分开 然后进行趋入涅槃的第一地 也就是说 见到的加行 所以叫做顺抉折的原因 就是在我们加行道的时候 它把轮回和涅槃完全可以抉折下来 就确定下来 确定什么呢 就是说轮回的法 从这个地方已经 就像我们现在世间人 我们这里的一个客人来了 你把他送到边界 然后护送他的人 就回来了一样的 那么抉折的话 从世间凡夫的这个法 已经让你这种境界 已经送到见到这个位置 在这个时候 凡夫的法再没办法过关了 从此之后 圣者的这种法 已经超凡入生了 已经入于圣地了 所以叫抉折分 那么这个抉折分 我们在这里 如果中解的话 下品和中品的 前面不是有软位 有下品和中品 那么这个是分别对治 我们四地的一些执著 还有四地的无常等 差别法方面的一些 断除差别法方面的一些道理 然后商品乱位 还有下中商定位的 中国有四个阶段 它分别能遣除 这种境界当中 显现和空性 还有双云和等性的执著 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平时都是 嘉行道的这几个位置 是有什么不同的呢 很多人都很难分析 实际上他的前两者 主要是四地的特法 和四地的本体方面的 一些执著 这是我们前面颂词当中 慢慢分析的时候 也是比较清楚的 后面的 也就是说 商品乱位和 还有定位的三个阶段 它分别为显现的执著 空性的执著 双云的执著 等性的执著 然后有些大德 在这里分别也是说过 其实在这里所说的这四个 跟中观里面讲的是四部境界 我们《大黄黄王》 其他当中也是讲了 中观的四部境界 有一定的差别 因为中观的四部境界 实际上是 对一个菩提迦劳来讲 先生起这种显现的境界 空性的境界 双云的境界 等性的境界 在一个人的 按照中观自虚派的观点来讲 他次第次第这四部境界慢慢在你的相续当中 可以生起来的 但是在这里并不是 一个人的相续而安立的 这里这是一个菩萨的 不同的 远离习论的一个 智慧的四种侧面来讲的 所以如果你的相续当中 已经有了定位的 比如说 上品定位的话 上品定位的菩萨 入定的智慧当中 他又遣除了 显现的执著 空性的执著 双云的执著 等性的执著 这些执著都已经遣除了 所以我们跟《宗观四部境界》当中 所讲到的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过了之后 上中下三品的认为 主要遣除对境方面的执著 在接下来过后 下上中三品胜法位 胜法位主要遣除 因果体所舍的 也就是说 由己方面的 行事方面的执著 当然是不同的翻题而讲的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大家都是要明白 比如说 加行到定位的时候 那么《宗观四部境界》 它不同的违品就会遣除 这个是这样的意思 人为的时候 对万事万物的 也就是说 因果体所舍的一切万法的 对境方面的执著就遣除 对境的执著 然后胜法位的时候 不但是那个时候 对境的执著要遣除 而且由己 也就是说我们行事方面 能取的这些执著 也有所遣除 这方面我们可能很多道友 没有讲到这些圣者的境界就罢了 如果一讲的时候 那加行到是很包含的 虽然《五光尊者》在信心修习 还有其他相关的论典当中 也做过分析 但是这种分析并不是很广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尤其是吾巴佛佛的讲义当中 他有不同的一些窍诀来讲的 以前上师也讲过 吾巴佛佛经常说 他的解释当中 尤其是加行到这个地方 他的解释有一些不共的特点 应该有他超群的 一些智慧的抉择 这一点我们后学者看的话 也确实有些地方 虽然表面上看来 文字不多 但是他的侧重 作抉择的方法方面都不同 否则好像是我们每一次 跟其他一些 相关传论的主持学的时候 每一个都有所缘和形象 都好像差不多 并不是很好分的 但如果我们侧重点不同的时候 实际上是加行到的 12个不同的上中下品 也有不同的作重 侧重点不同 可以这么抉择 当然加行到从显宗来讲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自己也应该想到 现在很多人觉得 自己应该有一些圣者的境界 圣者的一些开悟 如果真的有了 圣者的境界是一地菩萨以上的 所以说加行到肯定会超越的 如果加行到的这些执著 还没有超越的话 那恐怕进入圣者 这一点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现在 佛学没有闻思的这些人 没有系统学习的人 无论是说话也好 做事也好 很多方面经常跟圣者的理论 有一定的违背 所以说就像世间人也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受过 系统教育的人 不管是他再有超声的智慧 但是他的行为 跟知识分子相比较起来 有一定的察觉 同样的道理 没有系统的学习佛法 没有系统的学习佛法 你谈自己的境界也好 或者谈别人的 抉择别人的境界 确实也是有些地方 可能就像盲人摸想 或者黑夜当中抓老鼠 我的心的一个比喻 是吧 这个是我们十字仙的柱树当中 叫做明影树当中 它是不明显的 因为印度的有些僵硬不明显的 因为我们前面 它是因果体各方面 已经分得比较清楚 但是明影树当中的话 它说有些是从因的角度分的 有些是从果的角度分的 有些是从体的角度分的 它是这样来说的 所以说 这种说法很难解释 印度有些论师的解释 我最近中观月城论师 入中论的注释 确实有些地方还是很难懂的 所以我觉得 印度的有些讲义非常难懂 当然这个也是十字仙 还有解脱部论师的谜译 也是现观众论的谜译 刚才前面这样分析的 虽然在这个问题上面 有很多大德有不同的说法 下面我们讲到 广说四种分别 我们前面讲的加行道已经讲完了 希望你们科判一定要看清楚 否则如果科判没有看清楚 到底现在在讲什么 很难理解的 然后现在讲到 前面也不是说吧 四种分别 《现观众论》里面 四种分别很关键的 四种分别有所取法的分别 还有能取菩提迦乐的分别 两个方面来阐述 首先是所取法分别 略说本体之分类 广说实相之分类 科判一个一个都一定要看清楚 千万不要散乱 心散乱以后 一个科判如果抛了 那下面所有的理解都很难理解 首先它的所取法 所取的分别也有九种 能取的分别也有九种 实际上有三十六种分别 这个是在《现观众论》当中 还是很难懂得的 后面能取的这些分别 大多数都是属于烦恼障 前面所取的这些分别 大多数属于所知障 那么我们前面 它略说本体 所取的分别 所取分别就是略说本体 由所依对之 而所取分别 颂词当中这样略说的时候 也就是说 因为对境有清净和不清净的不同 不清净的这个 叫做所舍法 所取的分别 这就是轮回方面 我们平时讲 认为这是轮回的 这是烦恼的 这是不清净的 要舍弃的 这方面叫所舍法的分别 然后还有一个清净的 清净的话 这是涅槃的话 这是佛陀 这是如来 这是智慧 我们应该值得接受的 那么这方面 叫做清净的所取法 那么总共实际上是 因为它的所取 实际上所取也是 按照音名来讲 也是它分别的一种相 只不过是分别 以对境形象和有始形象 我们学《中观庄严论》的时候 专门讲当时为师宗和 幽部宗的一些不同的观点 能取所取是分析得比较清楚 在这里也是按照这样分的话 可以 这个所取可以分两种的 一个是不清净的所取分别念 还有一个清净的所取分别念 有两种 不清净的所取分别念 叫做人无所取分别念 清净的所取分别念 清净所取分别念 这是有两种 有些人说 在我们现在讲所取分别念的时候 我们后面还会讲的 实有执著和加力执著 我们后面会讲的 以这样来分的 但是很多大德认为是不合理的 虽然他们可能有一定的智慧 有一定的名声 但是这种分类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从科判上也好 当然科判是后来这些大德门离的 但是整个文章 整个颂词的趋势来看 它并不是讲能取分别念的 这个我们应该看得清楚的 应该它是讲所取分别的 所以我们总的来讲 现在有染污的所取分别念 和清净的所取分别念 所取分别念从大体方面分 两种分别 所取分别是两种分别 下面一个一个的 我们用这个来讲 每一个都有九种 下面广说 我们还是 听得懂吗 不敢说懂啊 对吧 你说懂的话 那你来讲一下 然后完了 不如不说好 现在社会上也经常说 做好事还是不如不做好一点 做好事很麻烦 那下面我们讲广说 分别的不同分类 可能有些稍微在讲义当中 比较难懂一点 希望有一些其他参考资料的话 十八种分别吧 今天我们应该讲 所取的十八种分别念 下一堂课 应该能取的十八种分别念 总共有三十六种分别 《广说》当中 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由于云当别 比较有九种 云者的云 使的是所取分别念的代表 然后下面的云 虽然染无分别念 后面的云指的是 清净分别 所取分别 它的代表 那么也就是说 染无所取分别和清净所取分别 每一个都有九种 各个都有九种 也就是说两个加起来 总共有十八个 那么首先我们从所取分别 也就是说染无所取分别讲一下 你们应该清楚 下面我们会讲十八种所取分别 十八种所取分别 基本上都成为所之障 因为它是一种自作 它的这种自作 很细微的一个自作 我们现在看了 在学中观和学薄弱的时候 比如说无名 它是一切烦恼的根本 它应该值得舍弃 这样的一种分别念 实际上它是一种 在我们现在一般的修行来讲 这是一个合理的 但是因为它是执著的缘故 它也是成为一种染无所取分别 所以说在每一个道理 大家应该会这样分析 有些讲义当中 它是比如说中体 具体 还有特殊的这些分法来分析的 但是我想从部分其他的 整个所取分别 首先是讲染无所取 有九种所取分别 第一个就是无名愚痴 我们如果认为 无名愚痴实际上是轮回的因 无名愚痴 比如说佛经当中也讲了 只要有无名的话 一切是而缘起都一次而出现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认为 这个无名是应该舍弃的 它是一切染无的因 一切烦恼的轮回的根本 那这种执著 第一个 染无所取分别 然后第二个 我们认为 就是依靠无名愚痴 然后产生什么样的果 就是我们自相续当中的苦果 各种各样的无愚等等 一切万事万物 比如说依靠无名的话 产生七世界和有情世界的 所有的这些现象 你这样认为的话 这个也是一种染无所取分别 也就是说依靠无名而产生了 云当苦的果 现在所有的这些 我们说的是苦即灭道当中 苦就是七世界和 有情世界的整个现象 这是依靠无名烦恼当出现 你认为这个果的部分 也是染无所取分别 这是第二个 大家要记住 我们平时都是 这样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无名是该舍弃的 依靠无名产生痛苦的一切云当法 这是合理的 但是我们要讲薄弱的时候 像这些所有的执著 到最后的时候都要灭掉 否则它也是一种障碍 我们讲智慧品的时候 就是说求佛果的执著 也是一个细微的障碍 就是有一个这样吧 对求佛果的一种意念 这也是一种执著 或者分别 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依靠无名 依靠这些愚痴 能产生十二缘起的后面 然后有名 有死 我们十二缘起当中有名和舍 也就是说对名舍的执著 我们知道依靠无名 最后有对云的执著 也就是说聚集会见 撒迦野见也可以说 我们认为撒迦野见是轮回的因 这也是人无所取分别 第三个有些诸书当中讲 认为撒迦野见需要舍弃的话 或者说对名和舍的执著 依靠无名而产生的名和舍 这也是人无所取分别 有了撒迦野见 所谓的我已经产生了 我已经产生的话 有些认为我是常有的 就是堕入长边的 有些认为我是死完了以后就没有了 就是堕入短边的 那么对我的长见和短见吧 那么我们认为 长见和短见是不合理的 这样的执著 也是一种让无所取分别 就是有了无名以后 对我的长见和短见 这也是一种让无分别 这是第四个吧 第五个 有了长见和短见的话 那么对清净涅槃的功德不知道 然后对轮回不清净 让无的过失不知道 所以你觉得是 染无的过失和清净的功德 不知道是不合理的 应该知道的这样执著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染无所取分别念 我们世俗当中 现在其实这是很高的一种境界吧 我们现在有些人都是念 什么是清净的法 这方面也没有什么 对功德方面 现在社会的价值观 特别可怕的 你不要说是 涅槃和轮回的清净和不清净 连世间当中有价值的 和没有价值的分不清楚 确实是人们越来越盲目 越来越麻木 越来越一种可怜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道理 在这里说 对清净和对不清净的一种不了知 你认为不了知是不合理的 就是像这样的执著 也是一种染无所取分别念 应该是第五个吧 第六个就是说 因为清净 染无不知道 这个原因他不能住于圣者之道 圣者的道 按理来讲 不能离开圣者的道 但是你如果对涅槃的功德也不知道 轮回的过患也不知道 那这样的话 你不可能入于圣者的超过 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 这些过失的那种功德 也就是说 入于圣者之道的因缘也好 或者说 入于圣者之道的这种意乐也没有 认为他圣者之道的这种意乐也没有 这是不合理的 这种执著 也实际上是一种所取分别 然后对一切万法的 三论的执著 当然我们到最后讲 三论提供的时候 三论的执著是不合理的 三论提供合理的话 那这是已经成了 清净的所取分别念了 我们这里主要是讲所断方面的 断除方面的 那这个时候你觉得 三论的执著是不合理的话 那这也是一种所取分别 也就是说 染无所取分别 本来这样的执著是可以的 暂时来讲 三论提供的执著是不合理的 这种执著方法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要讲加行道这个时候 它也是不合理的 它也是一种所取染无的分别念 还有就是说 因为我们对因果不懂的原因 自己和他人的这些众生 因为造了恶业 堕入恶道 行持善业 上升到善取去 那这样的分别念 这也是不合理的 当然这个解释可能 方法都有不同的 但是按照华智仁波切 还有我们翻译的一些百年话 这个里面有怎么讲的 我这次都没有时间看 但是华智仁波切有一个 《相关主要论》的字面注释 可能这里面有些不是很清楚的 我也参照其他的一些道理 也就是说 自己和他人上善取 或者堕恶取的 依靠因果关系 这本来是一种合理的 但是你这样认为 这也是所取分别 然后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 相思清净法的分别 相思清净法的分别是什么样呢 也就是说 声闻道和圆觉道 是到了大乘佛道的时候 应该值得舍弃的 它是一个所断法 如果这样认为的话 这也是一种染无所取分别 那么这几个可能 也不算特别难懂吧 但是大家还是 应该好好地分析一下 尤其是染无所取分别念 稍微可能难懂一点 下面清净的分别念 不是那么难懂 清净所取分别 也是分别为九个方面分的 那么这个是怎么分的呢 刚才是我们所要取出的 染无轮回法方面 轮回法全部是放弃的 这些九种执着 到最后的时候都要舍弃 所以我们到六祖坛节当中 也是到最后 善也好 不善也好 恶也好 在这个时候全部放弃了 其实这是薄弱总观的思想 但是这些当中并没有讲 我们在这里已经讲了 在哪些执着呢 成为所取分别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 但这里《现观传论》当中 主要开阔在九个所取分别当中 染无的九种所取分别 然后我们下面讲 清净的有九种所取分别 也就是说 清净所取 清净所取是 这是清净的 应该值得接受的话 那这也是一种执着 一种需要 变成了所知障 应该取得了 那么第一个 我们刚才颂词当中 也是有一个云吧 也就是说 我们戒 禅定 智慧 解脱等 《居舍论》里面讲的是 五种清净的云 这个涅槃无云 这五种无漏的云 如果认为 你觉得这是清净的 应该值得接受的话 这也是一种所知障 也是一种清净所取分别 也是成为所知障 最后要设计的 然后我们获得了 涅槃五种无云 它的增上缘是清净处 清净处是一种无漏的根源 我们六处 十二处当中 有些处是无漏的处 也就是说 成为涅槃无云的根本 那么这样认为 这也是什么呢 这也是所知障 也就是说 清净所取分别 还有认为十八戒当中 有些戒 比如说 衣食 法戒 有个别的戒 也有五味法和 清净的部分 十八戒当中 如果你认为 无漏的这些戒 应该值得接受的话 这也是清净所取分别 这是第三个 然后第四个就是说 对缘起的法 在四处当中如梦如幻的 十处法应该是 我们不是经常说 分开二地的时候 这些是四处法 那么四处法如梦如幻 菩萨如梦如幻的 有些四处法也可以接受 你这样认为的话 这也是一种 清净所取分别 然后你认为 一切万法在生意当中 本体是空性的 在生意当中空性的话 这也是清净所取分别 生意和四处分两个方面 还有从行为上一份 六度万行 布施 持戒 波罗弥陀等等 这些菩萨应该怎样行持的话 这也是一种所知障 也是清净所取分别 你认为 以前没有见到的 一地菩萨的时候 开始已经见到了 见到的境界 值得接受你 这样认为的话 这也是清净的 所取分别 你已经见到了 没有任何执著的这种相续 不断地去修行 这就是修道 你对修道的一切执著 这也是所取分别 这也是清净所取分别 最后到了五学地 也就是说佛果 佛果最后所有的实地圆满之后 会出现一个佛地 像释迦牟尼佛那样 得果为对佛地的执著 这也是一种所取分别 所以我们学《现观众要论》 大家应该要有种 比较细致的一种思维方法 它这里分了很多 希望我们下来之后 哪些执著成为所知障 那些为什么这样成为呢 因为到了最后 真正要觉知一切万法的时候 实际上所有的 不管是染污的执著也好 还是清净的执著也好 这些都是不能存在的 如果存在的话 那么从一例分析的时候 就像《中观根本会论》里面 所讲的一样 就根本找不到 任何清净和不清净的法 那么不但是在外在的 事物方面得不到 甚至我们内心的心事上面 也是清净和不清净的 所有的这些执著 都是不符合于世界 它是一种颠倒的相 因此我们暂时不得不依靠 像过河的时候依靠船指 但是过了河之后 有没有用呢 没有用的 你到了陆地的时候 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船指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需不需要这样的流度 这样的深意地 如空性的见解和 世俗地如梦如幻的见解 需不需要呢 现在是我们需要 我们这个一定要掌握分析 否则要会分析 否则我们现在有些 刚开始闻思的时候 好像在一部经典当中 有个别的词句 个别的语言 开始概括地说明一些 所以我参加一个 格鲁巴的英明研讨班 其实他们辩论很长时间 但是有些听问题的时候 也是短暂取悦的 我当时也是故意 别人对我故意刁难 短暂取悦来 我讲话完了以后 有大概可能有好几个人问问题 别人给我故意短暂取来 问问题的时候 我也给他故意的 给他刁难 实际上我们有些是故意的 有些确实不懂 自己觉得 舍即是空空即是舍 现在很多人每天都是用这个 若来若去 或者用龙来龙去 天天都是 或者是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有几个教证 天天 但实际上我们对大薄弱和 广薄弱里面 广薄弱的很多道理 在进行分析 分析的时候 一方面是通过修证来了悟这种境界 这是非常重要的 说实在 像加行道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执著 这些都是实际上加行道时候的 一种境界抉择 但是这种抉择的内容可以延伸到 整个实地的境界 因为我们这些分别的话 还要见到的时候也会讲的 然后还会在后面的部分 也会多次地讲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希望每个道友 有些还是我觉得看书相当细致的 应该有些都是比较 那天不是讲了吗 有个别的一些 简单的数目 不知道在听课的时候 听到什么地方去 按理来讲 像佛陀的八种功德 法的八种功德 还有圣报的八种功德 应该是可以的 原来讲《大圆满前行》的时候 有一个人实在是 下门难得 现象没办法 最后把噶马巴 黑马和红毛都已经算上去了 所以我们要讲 九种分别的时候 不要算其他的这个那个 有很多都不要算进来 所以说希望大家 还是应该好好地分析 现在我们这种方式来 学习和分析 薄弱 也是对每个人来讲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应该对般若法门结下一个 至少也是种下一个很深的因缘 或者种子吧 这一点也是对你的生生世世来讲 就是非常难得的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先将来讲到这里 我们先讲到这里是什么 很需要的 这一点 因为我们再讲到这里 我们正在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